过去的几个月,在全球爆火的聊天机器人ChadGPT的助推下, 37岁的Sam Ottoman一跃成为科技行业影响力排行榜的新头牌, 媒体还给他冠以了ChadGPT之父的头衔。 一个通常身着T恤和牛仔裤的硅谷年轻人, 俨然成了硅谷时下最当红的明星。 Sam Ottoman是推出ChadGPT的OpenAI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这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在短短几个月内燃烧起的强大热度, 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家热门科技公司。 中共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 萧瑟冷清的科技行业也似乎在一夜之间雄心再起。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更是将ChadGPT的意义 与PC和互联网的诞生相比。 这项技术引起了过去一直在AI领域领跑的竞争对手谷歌的恐慌, 同时也触发了很多行业对该机器人将带来市场冲击的忧虑。 Sam Ottoman宣称, 人工智能革命将不可阻挡, 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电脑革命后的第四次技术革命。 他预言, AI未来几年将能胜任律师和医生等高智能岗位, 接下来AI机器人将无所不能。 OpenAI曾经的共同创办人, 另一位有名的科技界大佬马斯克随即发出警告说, 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最大的生存威胁。 18世纪末19世纪初, 发生了以工业机器取代人力矗立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在极大的解放生产力的同时, 也导致了社会结构、思想和宗教领域的急剧裂变。 传统的信仰和道德体系渐距弱化, 人的行为规范也受到社会动荡的冲击出现了紊乱。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应乱而生, 但共产运动并没有像他描述的那样, 给选择他的人带来公平、富裕和自由, 反而更多的是产生专制、贫穷和暴政。 类似工业革命后共产主义的诞生, 在Sam Ottoman的人生经历中, 我们似乎也能看到所谓人工智能革命 带来的新一轮乌托邦主义的轨迹。 Sam Ottoman198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 一个保守的小镇, 小时候是一个十足的天才儿童, 在幼儿园时就掌握了区号背后的系统, 八岁就会编程和拆装电脑。 他在斯坦福大学只读了两年, 就和同学一起辍学创立Looped社交网络平台。 此后, Otteman还成立了一家风险基金, 投资包括Reddit、Airbnb、Strape等知名企业, 四年时间转了十倍。 29岁时, 他开始担任硅谷知名创业加速器YC的总裁。 2015年, 他和埃隆马斯科等共同创办了OpenAI公司。 有趣的是, 美国几个大名鼎鼎的科技企业精英都和Sam Otteman一样有辍学创业的经历。 创办微软的比尔盖茨也是在大二世从哈佛大学辍学开始创立了微软帝国。 苹果公司的创始人斯蒂夫·乔布斯在里德学院只读了六个月就辍学, 开启了他的计算机事业。 脸书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也同样在大二世从哈佛大学辍学, 投入到他的社交媒体创业中。 创办SpaceX和特斯拉汽车公司的埃隆·马斯科也是个电脑天才, 12岁时就靠电脑编程赚到了500美元的第一桶金。 在1995年, 马斯科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 但只上了两天的课程就做出了退学创业的决定。 Sam Otteman16岁时就向父母出柜, 他还曾在一次当地教会的反同性恋集会中 站出来向他的中学母校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很多像Sam Otteman这样的硅谷大佬, 习惯了用电脑设计和编织他们心中的事迹, 希望像主宰电脑代码一样主宰自己的一切, 对传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常常带有叛逆的倾向。 Sam Otteman还任性地选择了 漠视自己生理属性的性别认同, 他们从编写程序发展到编写自己, 代码似乎成了他们心中能够主宰命运和改造世界的上帝。 通过AI技术在硅谷的创业, 加强了Sam Otteman进一步设计未来的想法, 也帮他催生了一个没有人需要工作的乌托邦的构想。 他的理想是实现UBI, 即全民基本收入, 意思是每个居民每月都能无条件收到一笔收入, 再也不用为了生存而工作。 2021年, Sam Otteman提出一个所谓万事摩尔定律, 他认为称指数级发展的人工智能加入劳动力, 将推动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每两年下降一半, 并在核聚变突破能源价格后最终趋近于零。 Sam Otteman设想, 成立一家可以收公司税和土地税的美国公平基金, 每个成年人都是可分红的股东, 未来美国人将每人每年得到13500美元的无条件基本收入。 AI技术让所有东西都变得很便宜, 每月都有UBI进入钱包, 人类的资源和科技进步到能让地球上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无聊到只好去探索宇宙。 不可否认, Sam Otteman是一个既敢想也敢于实践的人, 他是一间合荣和新创公司海里昂最大的个人投资者和执行主席, 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提供干净永续的电力, 而且一度电只要美元一分钱。 他投资的另一间公司叫做Hermiers, 目标是做出5倍因素的商用客机。 他共同创办的加密货币Wordcoin需要扫描你的视网膜, 来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身份证和加密货币钱包。 他还投资了一家抗衰老公司Rytro, 目标是要让人都能活过百岁。 Sam Otteman旗下一个专门实验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机构, UBI Charitable, 已经在芝加哥等地开始了乌托邦式的实验计划。 2022年,芝加哥市政府和一个名叫直接给的组织合作, 启动了一项向5000个贫困线以下的人 每月发放500元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城市彩票项目, 很多人挤破了头来争取这个福利。 乌托邦并不是完美社会的代名词, 近代史证实了乌托邦只是个虚无缥缈的幻想, 几乎所有强行追求乌托邦的社会都以失败告终, 而且很多还很快招致大规模屠杀和道德崩溃。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现代乌托邦都志在夺取政权, 并用暴力把世界改造成伊甸园。 对于沉浸在AI技术氛围的Sam Otteman, 理想主义的热情很容易激励他 像写代码一样去编织浪漫的乌托邦世界。 但AI营造的虚拟世界始终都无法回避和现实因素的矛盾, 在Sam Otteman身上也不例外。 觉醒文化是和社会不平等、性别和性取向认同等相关的左翼政治运动。 年轻人往往是左倾自由主义、觉醒文化的主力。 包括Sam Otteman这个年龄段的年轻时代, 深受美国觉醒文化的影响。 他们普遍倾向于给资本主义贴上不平等的标签。 社会主义成了这些年轻人用来表达觉醒和反叛的工具。 Sam Otteman的同性恋的自我性别认同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构想, 也都是来自于这个觉醒文化。 觉醒主义被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新时代的空想主义, 它每隔几代就会复兴一次。 每次空想主义重新出现时, 都试图以帮助人类进步的名义来重塑人类社会。 觉醒主义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在声张自己自由的同时, 却在试图取消和限制别人的自由。 如在和ChatGPT对话中提出质疑觉醒文化的观点时, 就常常被拒绝继续对话。 ChatGPT也是一个经过充分觉醒的机器人。 Sam Ottoman的觉醒意识给了他强烈的政治热情。 早在2014年, 他就积极为支持觉醒文化的奥巴马的竞选活动筹款。 他还在2017年考虑竞选加州州长。 2016年总统大选时, 他是希拉里·克林顿的重要捐赠者。 他发推表示他不会投给川普。 2019年, 他在位于三藩市的家中, 为主张全民基本收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恩泽举办了筹款活动。 2020年5月, 他向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25万美元。 2017年, Sam Otteman撰文批评加州政府。 其中一句, 我意识到在北京讨论有争议的想法比在旧金山市更自在, 凸显了他异想天开的社会主义观。 OpenAI曾经的共同创办人马斯科, 以前也是个倾向于左派的科技大佬, 但最近几年开始远离觉醒运动。 去年, 马斯科的一个儿子受觉醒文化影响, 在他18岁成年之际申请变更性别为女性, 让他烦恼不已。 马斯科时常担忧全球少子化趋势, 可能导致人类灭绝。 他曾把跨性别的代名词称为美学噩梦。 Chad GPT推出后, 马斯科多次就AI的威胁发出警告, 认为相关技术可能比核武器更危险, 认为微软需要在搜索引擎上托管Chad GPT, 而政府也应制定与AI相关的安全法规。 2015年, Sam Altman与马斯科等就是担心人工智能被Google垄断, 不受控制, 甚至毁灭人类, 才成立了非盈利组织OpenAI。 早已离开OpenAI董事会的马斯科表示, OpenAI应该更加开放, OpenAI是以开源和非盈利为宗旨创办的, 但这两样现在都丢掉了。 马斯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对人工智慧的潜在危害性提出警告的人。 2014年, 被称为拥有爱因斯坦以后最强大脑的Steven霍金, 耶森警告说, 人工智慧可能会终结人类。 Sam Altman对他推从的AI技术革命其实也不是完全自信的, 他担忧Chad GPT被用来大规模散布假消息, 也害怕新技术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危险。 奥特曼非常担心AI攻击人类、 致命合成病毒或核战等会造成世界末日的来临。 他表示, 他为此特别准备了枪支、黄金、电话甲、 康生素、电池、水、 还有146空军的防毒面罩, 还专门买了一大块避难的土地。 现实已经证明, 工业革命后的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解放人类。 那么Sam Altman所设想的乌托邦式的AI革命 会是解放人类, 还是会毁灭人类呢? 在没有人性的AI机器人面前的人类的心智 正面临着无情的考验。